肥利在位時 是法國的王權加強了政要時期 國已開始猶弱轉勝 他兒子路易八世 驍勇善戰 可惜年紀輕輕就得定歸西了 路易九世繼位的時候只有十二歲 人稱聖路易 聖路易雖然年幼喪婦 幸虧有個好媽 不要看她一個家庭婦女 成為攝政後殺法決斷 冷靜睿智的處理了好幾次法國貴族的叛亂 為兒子保駕護航 聖路易年少時 曾經御駕親征 擊敗過英盲的入侵 後來又與西班牙簽訂了和平條約 總的來說 他的政策是不挑釋 以公正的原則處理鄰國爭端 聖路易還是世界上少見的親民國王 會親自審理案件 遵守任何國民的申訴 自己掏錢 或利用公款修醫院 修救濟院等等 還親自給病人送飯 並且這個哥是個超級虔誠的教徒 每天半夜爬起來城島 修了很多的教堂 要說能在名字前面加一個聖字 光是虔誠還是不夠的 讓路易變成聖路易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參加了十字軍的東征 還是兩次 第一次被俘虜 高將贖了回來 第二次更慘 染上了瘟疫 客死一箱 兩次東征都沒有成功 卻一點也不影響路易成的英雄 法王為天主教神聖而偉大的誓言而死 堪稱所有教徒的榜樣 在他去世二十多年之後 被教皇追奉了聖徒 成為聖路易 聖路易儘管沒給法國帶來什麼樣的革命性變化 但給法國帶來一個穩定的繁榮時期 加強了法國王室的權威 他的兒子肥利三世平平無期 孫子肥利四世外號美男子 老婆是一顆重要封地的林主 結婚之後肥利得到了這棵土地 實力大增 給了他到外面去挑試的勇氣 跑到老仇敵英國家去搶地盤 失敗了 不止失敗 大家是要錢的嘛 為了支付與英國的戰爭費用 肥利最先想到的搞錢第一招就是收稅 稅不能亂收 收不好容易引發局勢動盪 歷史上因為重稅引發叛亂被趕下王座的國王還少嗎 肥利收稅收得很聰明 專挑有錢的弱勢群體下手 這不是矛盾嗎 有錢怎麼會是弱勢群體呢 不要忘了 曾經有一群流浪在世界各地的闊老叫猶太人 欺負猶太人簡直不要太容易 交錢然後滾蛋 法王收光猶太人的財產後 將他們驅逐出境 但是吧 這一點錢也不夠 於是肥利把大手伸向了教會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兒 下次見 最�倒是非常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